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系 今天这支视频呢 你可能会发现我跟我上一支剪头发的视频的专办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是在同一天录的 我下午的时候剪头发然后染了头发 我刚出去吃饭回来之后 我觉得还挺 就是挺咸的 我就想说录多一个视频好了 反正妆也画在脸上了对吧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 我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平时都在常用的一些包包们 第一支包包呢是这个 它的牌子名字我会打在旁边 它是一个香港恶搞大牌的牌子 就是这个牌子是专门恶搞大牌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 但是应该蛮多女生都知道的 因为它那款果冻包是非常的火啊 然后这一款呢我是去年的时候才有留意到它出现 我觉得很好看耶 然后我就买了 它上面全都是毛钉 袋子上面也是 我用了有半年多了吧 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斜跨的时候 跨步的那个位置可能是一直磨 它就掉了一颗钉 老实说这个钉子掉了之后好像没办法重新装回去 我发现这个 没洗掉 那我入手的价格呢是300多 它这个牌子比较奇怪的地方是它的官网没有的购买 我上去官网找了 然后它就说你只能找那些经销商 好像是这个词我忘了 就类似微商的意思吧 去找他们买 然后呢它买这个会有一个那种防围码 你就可以到官网上面查 我买回来之后也查过了 确实是正品 所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而且我也挺信任 我购买的那个小姐姐的 它也是深圳的嘛 它可以这样当肩背 也可以斜跨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 可以手提这样子提着 提着的时候就会比较斯文 然后斜跨可以休闲一点 风格也不会说有局限 比较百搭 我之前视频里有出现过它 你们可能看到我里面东西会装的很少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确实带东西不多 但是如果我真的需要有东西要装的话 它也是很能装的 装iPad冲键袍 然后藏的钱包 耳机 什么钥匙啊 什么的 就是能装它都能装进去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它装太多东西的话 确实会比较重 就背起来会勒吧 因为它这个肩带也很细嘛 那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缺点了 我还是对它很满意的 应该会用蛮久的 因为我挺喜欢的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157 这个肩带哦 斜跨的时候对我来说太长了 直接掉到屁股上 所以我这里有自己打一个结 因为它是没有的调整了 所以可能这也是它一个算是缺点的地方吧 那包包也没有十全完美 哎 包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 嗯 所以我接受 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个包包呢 是它 北极湖的mini号 我选的颜色是红袋森林绿 老实说我当初也是有稍微纠结一下的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绿色有一种迷恋 就感觉它很健康很顺眼 就很喜欢 然后我就选了它 嗯 我入手价格是400多500块吧 它是有旗舰店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进去购买 mini是7升 对于我来说也是够的了 因为我不会背书嘛 上大学我只会周末回家的时候 要背一点化妆品啊 或者要背一两件衣服想带回来 这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它的本人呢是真的非常的轻便 但是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肩带非常的细哦 如果你想要背很重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需要去买它那个减压带 就是夹在这上面的 嗯 对 如果它时间用的久了的话 它上面会出现这些白白的 不知道镜头前面看不看得到 就这种白白的边啊 在这种角落啊 然后我去问那客服的时候 它说是因为有蜡 就是因为它是可以防那个日常 日常泼水还是日常滴水 就是不能防下雨 但是日常生活上的水通道呢 是没有问题的 也不算是什么缺点吧 我觉得 我每次背上它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个包包呢 是 一个底皮的超大的单肩包 我是在淘宝买的 大概是六七十块钱吧 还是七八十 我不记得我已经买了一年半了 这个包包呢我真的要大力的表燃 表扬它 对 一句话介绍呢 就是好看 好背 好装 一个词去总结呢 就是超值 我买它的这一年半里面 我使用的频率真的非常的高哦 呃 如果我考试的时候 要装衣服跟高跟鞋 会用到它 然后 出门去朋友家住几天呢 带点衣服的时候也会用到它 还有周末回家 之前我还没有买这个北极服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用它的装衣服啊 装一些生活用品啊什么的 甚至你出去短途旅行 带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你想装什么就装什么 它有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它会显脏 但是其实我也用了这么久了 它脏也是应该的吧 我觉得 就是它现在已经发黄了 你们看到吗 就算它现在发黄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 如果我哪一天需要背东西的话 我还是会用到它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好看 很可惜的地方是 它已经下架了 就是整个商品已经是失效了 所以我现在有点难过 就是我想买一个都没办法买 我就想找一下 看一下我怎么可以替代它吧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包包呢 是我在淘宝的新购入 它是长这个样的 它的价格超便宜 只用30多块钱哦 然后我选的颜色是白色 不耐脏是肯定的了 它还有黑色跟棕色的选择 它是那种绒面的包 就是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是这样扁扁的 稍微有一点像手拿包吧 我觉得只要把这个扣子解掉 它的风格比较斯文一点吧 所以我平时用它也会看我当天 穿什么衣服 想要自己成熟一点的话 我可能会背到它 它看起来很扁哦 其实它也蛮能装的 我可以用它来装一个充电宝 粉饼、口红、耳机、手机、钥匙 这些都可以装进去 而且不会这样凸起来 除非你那个充电宝真的太大了 可能就没办法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它这个链子是三条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肩板是这样塌的问题 我常常走着走着 它就这样滑下来滑下来 一条两条的滑下来 然后我每次这样这样扶上去 就比较麻烦 不过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单肩背 长度也是很合适哦 对 对于莎斯多话前来说 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入吧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超可爱的帆布袋 在我第二支视频里面收拾行李的时候 有出现过也有人私信我 或者评论我 问我在哪里购入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给他们回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已经下架了 就是像刚刚这一个 这个超大的包包一样 它整个链接都已经失效了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说点它的相似款来找 偷它突变也找不到它相似款 所以链接是没有办法给的 我记得当初那个店呢 它是说那些什么外贸还是圆丹 还是什么 就是这种类型的店 然后买到了它 我喜欢它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是因为它料纸超级的薄 你们可以看出来吗 它是这种料纸 就这种超薄的帆布袋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我不喜欢那种硬邦邦的 我之前买了一个这个帆布袋 然后呢它是这种很实的帆布袋 硬邦邦的我觉得 它一点都不爽 然后还有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 其实是偏长款的 但是它这个长款 不会跟其他帆布袋一样 显得好像整个带子掉下去的感觉 它这个长度非常的合适 非常的能装 不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可能有些妹子会喜欢这种硬的料纸吧 我只是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 那它现在已经开始发黄了 这些地方 如果你有这种料纸的帆布袋 推荐的话 记得告诉我 因为我也想入一个 好啦 我今天要介绍的包包呢 就是这五个了 不知道有没有合你心水的 如果你喜欢我 记得给我多评论 多收藏 多弹幕 多投币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来我的微博玩爽 我们一起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咯 拜拜